好 老师好 别这么客气 谁跟你客气了 这个好像我成学生了 就是你们俩是老师是吧 之前我们两个是在中国北方区域学校做过教师 看你们俩说话这状态 我觉得这俩老师风格完全不一样 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我一看就是那种和学生能打成一片 活泼开朗的 他就是比较古板严肃的 学生看见他都比较害怕的 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在演出 有学生来观摩演出 学生过来 我跟你说 杭老师 杭老师 就这样 就看你们俩完全表情不一样 这态度完全不同 高老师其实我给您多介绍两句 平时他们俩演出的是马军斗根 盛围捧根 咱们换过来 换过来大家更习惯 有点别扭 我站那边 盛围我就得问问你了 你给马军捧根 马军是这么严格的一个人 你站他旁边紧张吗 特别紧张 我这么说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捧根演员 但我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捧根演员 如果有其他捧根演员不服的话 来 你们给他捧一段 就这么让人受不了是吗 他特别严格 比如说一段爆菜名 他的捧根必须是 第几个菜名之后 我让你说恩 你就必须得恩 第几个之后 你必须阿 你就得阿 再过几个之后 你得说还有 你就得说还有 爆菜名有两个版本 然后他两个版本都演出 每天要根据他演出的 不同的版本 配不同的捧根的台词 所以有的捧根可以试一试 这个我深有同感 他有时候这个节奏 三番四番到那个节骨眼上 半秒都不能慢 对 就还不要说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这个真容不得含糊 有时候我到戏的时候 那演员到该说的时候不说 恨不得一脚就上去踹 就真急 规定动作 你到时候不说 或者你慢了 或者你胡说 你真是受不了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马军 艺术上严格一点 盛伪也是好事 对 生活当中吧 就是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当中 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怎么就人员刺到这个程度 他不善于交际 不爱交朋友 有这么一个事 我们去外地电视台录节目 有两个导演联系了我们 大导演负责纵观全集院 小导演就只负责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们录完节目 在回程的高铁上 马军老师就把大导演的微信给删了 然后把小导演的留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几天 小导演特别照顾我们 他感觉这个小导演是朋友 大导演感觉特别高高在上 他就感觉不是朋友 然后等过年的时候 人家导演给我发微信 圣伟你好 我给你拜年了 我刚才给马军发微信 想给他拜年 结果发现 他已经把我删除了 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 我非常尴尬 我给人回 没关系 咱们还是好朋友 这朋友更好 马军这样一个个性 圣伟你觉得他在社会上好生存吗 不好生存 特别难生存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没有特别固定的演出场所 每次他在一个地方演一段时间 他看人老板不痛快了 或者老板看他不痛快了 两边这么一不痛快 他嘿 走 就离开了 然后我就跟着 嘿 走 马军他可以有他的个性 他说我走我不愿意干了 圣伟你人缘很好 又爱交朋友 你就跟着他走吗 跟他走就是我的个性 真的 因为我们俩搭档了十年 有最艰苦的时候 我们俩也在一块 然后十年的感情 我们的默契都在一块 他走了我肯定得跟着走 我们是搭档了 好 那接下来 马军要回后台了 走吧 走 一队非常好搭档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